串完之后当然你一样,你可以把这个J2用这个公式带 然后用这个公式里面K2用这个来带 反正把它放进去串接在一起,向下填满,一样可以完成 所以你可以分,也是一样可以分三阶段 先取得列,再取得蓝,最后再把它串在一起 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我indirect 刚刚这个地方,我们一样分三阶段 那其实indirect也可以分三阶段 那一样,将来用indirect插入这个 假设我们这边用indirect函数 那它一样会跟我要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第一个,一定是抓这个 第二,只是说前后要加双引号 刚刚也提到过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下一个 它会变什么 D2,然后E2,F2,G2 那换下一个是D3,E3,F3 诶,有没有?那它的规则呢 基本上,藍的一定是在D1,F2,G2 做变化,列的话一定是在2,3,4 而且四个四个 Ok好,所以第一个了解规则 第二个把那个东西变出来 那怎么变呢?基本上当然 我們列的部分其實可以拿剛剛這東西的列 你可以拿這個來改,複製一下 基本上參考它的,然後把公式貼上 不過它貼上之後它是111 那列的話是四個 那我們是要從2開始 所以加2就好了 公式本來加1 現在加2我們看一下,加2應該OK 加2,上下填滿 填滿應該我們要的是 4個2 OK 沒錯 4個 4個 好,列的部分搞定了 藍的部分的話呢 那我要是 DEFG 那這個地方可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要怎麼抓藍 因為它不是數字 它是一個文字 可是呢 文字要怎麼樣 配合剛剛像那個column 有什麼方法 1,2,3,4 其實這裡可能需要有個概念 就是說呢 在那個內瑪表裡面 ASCQ內瑪表裡面 其實它的那個什麼呢 DEFG 在ASCQ內瑪表的位置是 68到71 也就是說 我如果在 用什麼 用那個 內瑪的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文字函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這個CHAR 有沒有 CHAR如果是 我輸入 60 67 應該68 68 68呢 是低 68是低的話 你按確定 不過問題是 如果我將來呢 我要輸出 DEFG 那不是68 69 77 再68 69 77 然後外面再用一個CHAR 就好了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這個東西 跟剛剛的這個 藍的部分 這個可以拿來用 然後用在哪裡 用在這裡 它現在是1234 可是1234 怎麼跟剛剛那個CHAR 合併在一起呢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MOD 有沒有 把它先減下 插入一個什麼呢 CHAR函數 然後呢 我等一下會輸 會產生1 那可是問題是 我要是68 那我就是怎麼樣 用67 加上什麼 加上後面這一串 有沒有發現 用67 因為剛剛MOD 結果是1 1加上67 那就68 68 因為相加嘛 所以後面 後面的數字啊 相加就68 68之後呢 放到CHAR裡面 它就變成D了 按確定之後 如果我會把它向下填滿 因為2 3 4 所以67加2 69 剛好是我們要的 所以向下填滿 DEFG 有沒有 所以你再向下填滿 這樣 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剛剛好 DEFG DEFG 一樣 那你想要怎麼 把這個串這個 那不就得到我們要的位置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用INDIRECT 這個一樣 最近使用過 INDIRECT 然後我的REFERENT TEST的話 這個AND 串接什麼呢 串接這一個 串完之後 因為我用AND嘛 所以串完之後 它會RETURN給我的 是一個文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剛好 就會是我們要的 所以向下填滿 放開 OK 剛剛好 當然全部完成 至於哪個簡單 哪個困難 我想當然最重要是你習慣的方法 這邊的話 我覺得 相較之下 當然 INDIRECT 它比較麻煩 的地方是 它的欄 不能用數字 可是問題是 你也只能產生數字 那你如果說 你要產生的是 一個文字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招 就是用CHAR函數 去怎麼樣 去做運算 有沒有 它剛好可以用67來加 所以未來呢 你可以自己去 針對你要的欄數 去做加跟減 產生你要的欄 自動的話呢 當然你 這變來變去 基本上我想也可以 把你要的資料給抓過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OK 利用那個INDIRECT去抓資料 那未來呢 如果你是跨什麼 比如說你可能跨工作表的話 只要在前面再加上工作表名稱 自然也可以把其他工作表的資料 抓到你指定的位置裡面 可以試一下 當然後面還有VBA 其實VBA可不可以一下子全部串完 因為VBA跟INDIRECT還蠻像的 所以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VBA裡面看一鍵再把它返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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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